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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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释教于一记教灌纲中 说各位臂气和各位沙咪各位居士 大家和阿弥陀佛 请放长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 跟大家讲到的这个 标列这个三藏教 那么举出这三藏之名 那么教官纲中 跟释教语的内容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谈到能全的名呢 其实也就是所谓教所背的基 能全名跟教所背的基 能跟所呢你看看 能全之名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谈的 三藏教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三藏教 到底它等不等于 小胜 这种观念 其实是我上一堂课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 它事实上是学生文法的发心大乘人 要这样讲 那么这样子呢 有时候就会被解释成 它不明为大乘 因为不了佛性 不了三地圆融 所以这样就是当这种解释的时候 你把大乘这样子定义成解释这样的时候 那么生文元诀那个菩萨 那个学三藏教里头也有三 正化二称是旁批菩萨 那这个菩萨呢 确实它是学三藏教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你不能把三藏教等于大乘 有时候不能这样讲 但是呢 常常我们会这样讲 佛法三称 生文元诀菩萨 书这是音上说 那菩萨就是成佛的音 所以行菩萨道将来成佛 这都很含无浓冬讲 也对 对吗 不对 又不对 那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这样单独讲说 生文元诀菩萨 这个菩萨很可能就是学藏教的菩萨 是不是 那但了真空 偏于真空 你看我们事实就看得到 你看人家那个泰国 我们徐居是在泰国住了好几年了 泰国两大出口 两大有名的东西 第一毒品 第二人妖 阿弥陀佛 事实就这样子 去过泰国人都知道 还有什么 内观是修行的 我是说事实的 他说两个最有名的 就这样 所以结果怎么办 人妖的人 人妖不一定同性恋 你要知道人要不一定同性恋 但人要弄久了 他是有乱了 乱了之后就找师父讲 来找师父讲 然后毒品 毒品更扯了 毒品当然好多师傅 泰国好多师傅在 专门帮人家解毒的 你知道吗 解毒的 他也做了一大山林 也用什么中药 汉药 什么拍打静坐 山林冲水 做苦工什么 都有啊 台东也有啊 那我问他 台东师傅 我问他 他说这个法门是去泰国学来的 靠刷啦 怕啦 不是乱打的打喔 是那个打身体打穴道这样喔 好多好多啊 他排毒嘛 那么灌什么泰国的那种 练出来的那种什么 那些东西 要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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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啊 有些也不错啊 还有 泰国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徐居士你可不可以知道 那个五戒村 那个是早年泰国皇室也不承认 因为他崇尚吃素 那里头呢 他们自卖自买自己消费 哇 真的不得了耶 是这样搞的 几乎不用金钱喔 这些人种一种 这些人做一做然后交换 以物易物 五戒村 还有这种 那你说 你如果以这个外表来说 我看你台湾人来讲 我趋之若鹜 人家也是行菩萨道 人家都菩萨 我们随便叫都叫一个老菩萨 老菩萨 大家都马上叫菩萨 所以菩萨这个词一直被这样子用 我们就很混淆 到底菩萨是什么定义 什么定义 你一直反过来再说 我说我们说大僧跟小僧在 在般若上面有没有差别 也有人说没差别 只有发心有差别而已 你看看 这就是当分的僧文件 三秤人 同件 什么 三秤人就是 藏教里头一样批三基 三种基 那这三种基呢 有所谓的僧文原觉菩萨 他们同学什么 同学缘起性空见 当这样子的认知之后 你去问他说 大僧跟小僧有差别 没差别 因为都认知缘起性空而已 这样了吗 了吗 这种回答我是听得太多了 这样了解 所以这就是真的 连这样子的定义都一直是模糊的 这种模糊其实并不为过 因为从佛式一直到大僧心 这整个过程当中 印度其实一直在辩论 有人就是坚持阿含经而已 佛说的 缘起性空 别跟我说吉他 给我性空 吉他免谈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讲大僧的时候 各个有发心 但是所学还在僧文法 但他有发心 那我们就大僧人来 就所谓原教人的 就近一佛僧的人来说 总好过什么 总好过不发心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来来来菩萨 学做菩萨行 大僧行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可是他其实他的心里 还在学生文法 他不了佛性 可是就大僧人来说 能结合他总是好的 他不发心更糟 你不能说你所为非 法华经上讲 不能够说他过恶 不能够说他懈怠 声闻原觉菩萨 这三类人你不能说他是懈怠 不然你是谁 法华经上讲 你不能称名说他过恶 然后说你所为是懈怠的 不能这样讲 这什么意思 这是因为法华会上 你了佛称 三地圆融 那他发菩萨心 也叫声闻原觉别提了 菩萨也是发利益众生的心 不过他只知道偏真捏盘 他不再进求妙友跟忠道义 所以这样子就说他是懈怠 他发心 还是说他懈怠 这就是法华一佛称的意涵 是这样 你要不深入理解 你就一句话把它带过去了 你会把它解错 把它解成说 没有注意到他这里的差别 所以自古以来这种 这样子的观念其实一直是模糊的 你随便听随便看文字 都可以看到这种模糊样 所以说到底三正教 可不可以等同于小秤 当你把大秤认定为什么 认定为必须了佛性知解三地 这样子才真正名为大秤 这就智慧面说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他一定自己发心 一定会发心度众生的 为什么 你佛性本然一定是卑制双运 你的真如智性 不会只有智没有卑 不会的 卑制一定同时起 没有那个有智慧 不度众生的佛 你懂吗 没有哪一尊佛是不度众生的 是这样 那你说成佛一定要度众生 那是你说的 那是你说的 我问你 我有没有必要跟你解释说 你要呼吸的话一定要吃饭 废话 不用你讲我也会吃饭 不然我死了 同样道理 物得三地圆融的圆解的人 他一定会坚修六度的 然后最后才正修六度 他一定会这样 这五品地指挥他一定会走入的 有那个智慧就发起那个悲心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悲制是一体两面 没有那个所谓 不会有所谓的智慧是一样 只有发心不同 那是在藏教里才这样 因为藏教里头 三藏教里头确实有一些根系是 就学教理来说 好要缘起信空 只给我缘起信空 其他免谈 我就是不学 所以法华会上还要五千离席 他不学 可是他发心 他发的心 要利益众生 那么这就是事实 所以这样才容易让人误解为说 人家他不也发心吗 那这个行为不就是菩萨吗 不是的 那么这种人 在藏教人当中是有 所谓法华经常会说三草二木 为什么讲三草二木 三草是藏教中的三秤 说草 本质上是草 但是有大中小三中草 二木 你看它就是木了 跟草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草本跟木本差很大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建三地 建三地就等于 跟你那个建一地的 天到地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它已经是木本植物了 所以叫做二木 法华经常是这样子比喻的 那二木呢 为什么会二木 因为别教大秤跟原教大秤 原教人跟别教人 如果你这时候定义它是 它才叫大秤的话 这才真正的大秤 不过天台中更有意思 它叫做满字教 满字教知道吗 那才是佛法 那个才是佛的法 叫满字的 不是半字的 这是涅槃经上说的 我们现在在复习之前的 这叫满字教 所以是二木 是这样 好 那么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 有跟大家提的 这一堂课 怕大家忘记 再提醒一遍 温故知心 让大家了解 所以三藏教就是 里头呢具有 僧文圆觉跟菩萨的发心者 这个时候你硬要说 你要说这里头有大秤嘛 横化菩萨是有 但这种菩萨是 了性空缘起 你说它算不算大秤 确实有人会把它定义为 那也叫大秤 那也叫大秤 其实那 严格说起来它不是满字教 它不是真正了佛性 那么从比较严格的立场说 那只是有发心 还不明真正的大秤 好 那么所以说三藏小秤 有时候就这样讲 常常就这样讲在一起 把它算在一起 所以你不要这样怀疑 怎么说是三藏小秤呢 三藏怎么等同小秤呢 那这样的话 那里头身文圆觉菩萨 菩萨怎么说 那种菩萨是小秤的菩萨 小秤的菩萨 有的 因为菩萨是绝有情嘛 他也愿意去绝有情 我刚刚不引了 现在的泰国不也这样吗 是这个样子 但他是这样 你就知道他度众生的力道 善巧 真的很缺 真的很缺 就比如说我讲过了 我说我去印度开会的时候 那他们就是 泰国 斯里良卡 缅甸通通来 那都去穿男船衣服 那当然私交还是 我们开会完了 大家还是嘻哈的 大家聊天什么 那后来那个会场当中 所准备的那个 那个notebook通通挂掉 还用我的notebook 所有人报告通通用我的notebook 这样 所以大家跟我混得很熟 然后刚好是我的生日 我的农历跟国历的生日 都在那几天 太爽了 然后就干嘛 我就拿一些钱 也不少 换成什么 换成那个美金 然后就供养这些出家人 替我母亲供养 赚到 所以大家也都很熟 但是呢 只要讲到说 那小小戒 世尊说小小戒可耻 那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那世尊老佛爷说的 我是这样讲 老佛爷说的你能不听吗 我不听 他就摆明了 我不听 身闻人哦 我不听 我说老佛爷说的呢 不听 就给你毙命哦 就这样子 那我说 不是我们要小小戒可耻 有众生啊 有众生他瘦 他过去还是牛啊 他现在才转成人 那些小小戒他真的怕到了 不敢修行 这样可不可以说 不行 这样大家会学坏 他就尾巴的生性 你知道吗 拜托啦好不好 我替众生请命 不行 你还是不行 你看看 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那我最后跟他讲 我把闭拍屏 我会假装 我很凶 那样子跟他讲说 可是世尊在临入灭讲的耶 人家说临入灭的人讲的话最真实 何况是世尊 世尊不妄语不抑语 不会留下谜语啊 对不对 小小戒可舍 也对啦 不过你要舍哪一样 不大家以后都舍光光了 我哪有说舍光光 我说这应激队员啊 也有点道理 但还是不要 但是不要 你没办法 所有的人 所有的南传人 在我这个议题之下 他完全不要 那喇嘛呢 我别说 别说 没去害到他们最风 他们两边在讲来讲去 那喇嘛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他们站在旁边没意见 可想而知啊 当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啊 我们就故意这样互相对答 南传北传 你就看出来的意见真的不一样 那我们也不会生气 我们知道说 佛早在佛经上说了嘛 就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 小小戒可舍 固然我不能拿他来乱用了 可是你有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他是老佛爷说的 临入灭前说的 那你说没有办法啊 那个阿难尊者临入灭 人家世尊要入灭 他都没问什么是小小戒啊 佛能说吗 佛当然不让阿难问啊 如果让阿难问的话 他一问出来 佛非得答不可啊 人家不是笑佛 人家以后的人不就笑佛了吗 世尊你哪里是正骗子 你自己立的法临入灭的时候又毁了 再来还有恶性弟子会这么说 老佛爷说的 某某小小戒可以舍 那对了 我们就不要瘦 我们就不要瘦 那以前瘦的不就都白痴 是不是 所以当然世尊只能说这个原则 不能说什么是小小戒 应激对缘有缘才舍 没有缘你得回守过来啊 要守回来啊 在律上就这么讲的 有一次佛罗纳尊者集结回来了 在集结的时候佛罗纳尊者在外面 他领了更多人 听说一万多人在外面弘法 因为佛罗纳尊者是七佛乃至多 法华经上说 你以为他在我佛法中弘扬佛法为第一吗 不 他与累结无量无边的佛都是弘法第一 将来亲近无边佛之后 他的国度百千万亿庄严 法华经上就说他这样 所以他显然就是世线 然后他在佛寺的时候带了一万人 在南印度一带到处弘法 结果一听到消息 上网一看 世尊入灭 赶快冲回来 一回来的时候 佛罗纳尊者已经结结完毕 结结完毕 佛罗纳尊者是个大尊者 佛罗纳尊者只好请 背诵的人背一次 背一次给佛罗纳尊者听 佛罗纳基本上接受 但有一件事情他都不接受 他说有八世在古柜的时候 这东西这八样东西包括盐 什么东西 这可以储存的 这世尊当时有说 我们在外都会遇到这样 因为佛罗纳都在外面弘扬佛法 那你东西不会这么储存的 那当然都要带着 佛罗纳尊者说有啊 是这样没错啊 不过因为你老人家都在外面 世尊后来又说 如果时机过了之后 那个他老人家所开的圆 又得要再守回来 所以又开又开又遮 遮了又开 开了又遮 同一条界 开遮之间要随外界应援 明显的讲了啊 所以僧文法当中 其实都有这些记录 我们大乘人也不敢随便的造次 可是僧文人就是不愿意 所以那种菩萨善巧确实有限 真的有限 我们在实际在这个时代里头对应 也就这样 那这个没什么好说 众生根器就是这样 有人极端保守 有人了解意思 更甚深的意能够了解 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好 那么如果了解这样了 三藏教天台里头 等一下你会看到文字是 小秤三藏人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了解 一般我们讲三藏人是指 他学缘起信空的西空观的人 这一类人了知他为究竟法 思为取证 这样子我们说他是三藏人 是学什么法 我们说什么人的时候是这样讲的 是指这个意思 包括原教人 我们是修原教直观的人 是这样 好 那么回到文字来 四教仪当中说 第一三藏教者 那么一修多罗 瓜胡四阿环经 二阿比坛 瓜胡呢就是居舍跟什么 居舍跟佗沙等论 那么再来三匹尼藏 就是五步律 五步律 那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 有注释看到四 看到这个四七 应该 应该是四七七 昨天是四七六的样子 所以应该有 四七七 对四七七 四七七呢 那个注解聚舍 注舍里头啊 我们昨天念到说 注舍是 是什么这样子的文呢 是阿比达摩注舍 它其实是一部论 那么 那么是什么论呢 是阿比达摩注舍 阿比达摩注舍论 好了 这个时候 阿比达摩注舍论呢 是怎么个 怎么个说的 阿比义为对 达摩义为法 换说是对法 拒舍又做拒舍 义做杖 或者翘 或者捡 它的意义啊 它的真意叫做含杖 或者刀翘那个翘 或者捡 在梵文的本意是这个 可是在隐身的意思包含 有包含射持之意 你看那个刀鞘 刀鞘是能包含刀嘛 那么 捡 或者能够射持那支刀嘛 或者捡 捡有包含的意思 那 所以意义为什么呢 那么 有时候又还有含杖的意思 所以阿比达摩是对法 换句话说 那据舍又叫做杖 又叫做翘 那因此就把它合起来 汉文呢 一字一字的对翻 就叫对法杖 对法杖 据舍是杖 或者变成对法杖论 论 据舍论 论字是通明嘛 论就保持住 所以就变成译为对法杖论 那么 那问题是 这个名字 有这样子的立名 据舍论因为非常有名 所以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对法杖论 有时候你可以把它念成对法杖的论 也可以把它念成对法杖论 也可以把它这样念 那什么意思 下面文字上有稍微说 第一意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本论立名 有舍词及所依的两意 舍词议 第一意 舍词议 发字 深论 法韵论 等 叫做发字阿比达摩族论 叫深论阿比达摩族论 法韵阿比达摩族论 这样的族论就六族论 其实其中有六本 我没有权引 就是 就是至少有这几本 那发字为根本 法字就像头 六族就是头 身 四肢 合起来不是六吗 六种族 族不是六只脚 是六样皆族 来引申为说 当年 遂切有部的论师们 总结了世尊的教法 那么去做各种教说的 的注解 整理 那么就形成了好多的论 那就是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 那就是阿比达论 就是对法的论 这对法论呢 就在 世青菩萨那个时代呢 他们流通的有 最后整理出六部论 叫做六族论 那六族呢 在他们的看法当中是 有手 身 四肢 这样刚好也是六族 对不对 六个单位嘛 他们认为 这六部论书 就满足了 他们所认知的 所有佛法的内容 所以他们对这六本书 六部论 是非常尊重的 而再加上他们是 说一切有部 是当时佛法最 人数最多的 所以他几乎是 代表了一切佛法的解释权威 几乎这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世青菩萨就去学他 那么他们呢 是很严格的 你不能够给他乱解释 那也不能随便往外传 你来了 我教你可以 来我国学 这是可以 各国各国的论师们 都被国王所保护 不外出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 好 这有这六部论 所以说第一意义呢 为这六族论和 还有一部论是 大 匹 菩萨等 撒伯多部的论 那另外一部论呢是 这六族论之外 有一个是总解释的论书 总解释经 当时说一切有部的比丘们 他们所认定的经 哎哟 好奇怪 连这种经 各部认定的都还不一定一样 那他们所认定的经 那么他们来解释 这解释集合起来 就叫做匹菩萨 Vivacia 那么下面会解释 Vivacia 那这个就解释经的论 比如说 这样子合起来呢 是对法论之障 所以叫对法障 这些合起来叫对法障 对法障 那么有这么一部论 叫做据舍论 对于这些对法障 都把它的义理包含了 包含了 当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呢 包含的设词 设词包含 把这个障字 包含对方的意思 所以所有的对法 是身闻人的对法 那我呢都含藏他 所以对法障论 第一个意思 摄持对方的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是怎么样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 你写这一部论 通通以对法障为所依 就是说 怎么讲呢 就是世青菩萨当时 写这个据舍论的时候 都以对方这六族论 主要是六族论的内容 为平破的对象 讲难听一点就是平破 不过平破 是关键性的平破 大部分他都接受 所以让那些六族论的 说一切有部学者 刚开始看到据舍论的时候 很爽 觉得 这是我们家的 又一部聪明论出现的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是以对方 也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些对法障 为所依所造的论 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它念成 对法障论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或者就是说 一个是我拿人家的对法障所依 来写着这一部论 那么叫做对法障论 对法障合在一起 三个字念在一起 然后我是他的论 也可以说是 我写一部障论 这部障论呢 是寒色他们的对法 对法的论点 对法论点 寒色你们的对法 那这个时候就把对法障论 分开说 那么这是古来呢 对于据舍论呢 叫做对法障论呢 那么给他两个意思 好 那么文字上是这么说的了 嗯 这里 那么所以第二 以以为比六足等诸论 乃此论之所依 此论乃全以比诸论为所依而造 全取比之名为此论之名 故统名为对法障所造 依着对法障所造的论 所以其三字为比六足等诸本论之名 所以据舍 因此呢 据舍论一啊 里头说 色比圣义一比故 立词对法据舍 对法据舍 对法障 对法障 之名 这个是他什么 世青菩萨的本意 是这样 所以世青菩萨本意上 他是认为 应该立名为对法障论 我就是对他们的 我是针对对法障而写的论 这样很容易理解了吧 OK 好 那么成 讲到翻译了 这部经在成草 成随之间 都是智者大师出世那个时代 成随之间呢 添加四年 五六三年 真帝三藏在广州 智子是亦出据舍论计 只有计 六百句计 他好像不满六百句 六百不满 差了三颂 一颂是四句 那么一卷 五百九十七颂 金义 结果不见了 哎呀 当时战乱了 就是不见了 实在 所以说 这些文本一定要扫描下来存档 不然就不见了 问天人才知道 那么呢 又溢出了阿比达摩俱舍设论 这也是四星菩萨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本论 一个诵一个诵 他在对他做解释 那就叫设论 就是叫做阿比达摩俱舍的设论 俱舍本身 就叫俱舍论 常常是指的是 有本颂 然后再加上解释的那些文 整个合脚就变成二十二绝 这就是旧论 那么唐代永辉二年 又隔了将近一百年 八九十年 那么呢 这个玄壮大师重新译出 名为叫做阿比达摩俱舍论本颂 先议出本颂 这个时候他多出来了 多出六百零 变成六百零四颂 多出来 一般讲 历史上记载是六百颂 现在是六百零四颂 后来呢又隔了三年 又译出了阿比达摩俱舍论三十卷 这就是本颂之外 基于那个颂词的内容 世心菩萨所做的解释 这样听懂吗 这就好像说我们 心有所感对佛法有所理解 写了寄文 寄送那个寄 一个人字旁 一个结 有时候也注音成 解基一 解基一 诶解 也可以念成这样 那个结文的四句 那么呢 别人来看说很好很好 可是乱解释一通 后来好了 干脆我对这四句自己解释一下 有它的深意 自己把它解释一遍 这样听懂吗 这样就变成 我先造诵 试句试句一段一段 然后接着呢 我又再对这个诵做解释 这样懂吗 那么这样就成为 后来我们所知道的 拒舍论 不拒舍 宋论 或者干脆就简称为 阿比达摩 拒舍论 或者就简称为拒舍论 所以我们文上就写个拒舍两个字 是这样 通称为新论 那么旧论比较保存了 范本的面目 新论则颂文颇多开合 又在长行里 叠引颂文的部分 也没有明显的区分出来 诸位看到没有 就颂文跟长行 长行是解释颂文的 结果又把颂文放进长行里 让人家看得很乱 怎么会这样 这有可能是 后来的玄壮大师所拿到的范文本 就这样 不然以玄壮大师的为人是很严谨的 不会译成这个样 应该是 但是他因为严谨 也会完全按照范本操作 所以范本混乱了 他也跟着混乱 有可能 不过这是后来的学者 他的研究所认知的 我们保留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那么再来讲讲据舍论的内部 内部是什么状况 全部有九品 全部有九品 那么前八品呢 在谈有漏跟无漏诛法 我想讲那个 大洋法师有来跟我们简易的这样解释 谈了一些些 大概应该有一点小印象 还没有讲完 前八品 有漏无漏诛法 那么呢 这个士论呢 在解释本颂的八品之外 他那个士论 本颂只有八品 糟了 本颂八品 那士论也就是 也就是世经菩萨 再对这个八品做解释 解释完了 他另外再加一品 这叫第九品 听懂吗 也就是说 本颂只有八品 士论呢 八品呢 跟着 跟着对的解释 换句话 太偶八品嘛 但是呢 士论呢 又多一品 多一品非常有名 这一品呢 才是关键 才是关键 这一品叫做 分别人我品 一般简称叫无我品 分别人我 就是分别人我 最后就是无我 懂吗 所以又简称叫做无我品 那这件事情呢 在后代的学习者来说 当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就是 士心菩萨自己造的 也有人说 会不会怪怪的 是后来人家加上去 因为他的本颂才有八品 讲有漏法无漏法 他讲完 然后他在里头解释 这个解释当中 其实就已经存在着 有无我的观念了 可是没有做总结 因此他解释完了八品之后 他多了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是祭颂本身没有的 他再做一个结尾 就是分别人我品 对于无我的观念 整体的说一遍 很精彩 可以说 可以说呢是士卿菩萨 他的思想 应该在某个意义上 从生文法过渡到大乘法来 是进入到通教人的状态 的一个代表作 代表作 所以士论就变成九品 所以合起来 一般我们讲 巨首论几品都讲九品 原因在这 本诵只有八品 好 那么这样了解了 了解之后 天家人物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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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执实的人我见 因此诗论全体九品 圆满地显示了佛教诸法无我 这一根本的主张 后人依学而成据舍中 都依此论破斥婆沙师的史有篇子 什么是婆沙师 就是彼婆沙论 我刚不讲吗 彼婆沙论其实是更早之前 说一切有步的人 自己解释他们认定的经文的论书 的书的书的注述 叫做彼婆沙 人家会解释 那这里头因为他们说一切有步 所以他们认为为戏的什么 为戏的尘埃念心念 等等是史有 史有的篇子 巧说因此他迫事他们 这也就是世青菩萨当时的论见 所以破了婆沙师的见解 那婆沙师当然也怎么样 也不堪示弱 当然找不到他 杀不到他了 因为他夺走了 逃走了 逃回本国了 有记载是这么讲的 不能够说是传说 就是有这么记载是这么说 那这个我们就了解就可以 那当然也不会去杀他 可是对他恨得牙痒痒的 因为他们长此传承以来 就是有一部分的史有见 那么有这种篇子 巧说有法 可作为通道大乘的阶梯之论 一般这些认知呢 是古来通认 所以说据舍论基本上 是小通过渡到大 小秤过渡到大秤的一部 重要的世青菩萨的大论书 那后来世青菩萨自己都回归大秤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 他老人家的思想的 转换过程中的一部重要的论 百步论诗当中最有名的 在这个一部 很重要的声闻论法 好 那么接着就是菩萨 他讲的 本文里头说 论还包括了菩萨论 那菩萨 什么是菩萨 注解478 他怎么说啊 菩萨乃菩萨 梵文 菩萨 菩萨 那的音译之略称 又作菩萨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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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为广说 广解 圣说 意说 种种说等等 这意义 可以意义为这样 所以说菩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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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assian Vivassian 是这个意思 那么 《据舍论的光记》 这部书里头 这么讲的 说 彼者名为广 或称为圣 或名为义 菩萨为说 所以就说 彼 菩萨 就是广说 圣说 义说 义是指的说 种种说 不是 一般来讲 义有反对的意思 但也有种种差别的意思 这里是指种种说 当然种种说也可能有差别 但注重在种种说 那么玄印法师的音译里头 有这么 第24卷里头有提到说 随相论作 彼佛沙 此云广解或言广说 义云种种说 或言纷纷说同一言 也解释彼佛沙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头就总说了 他说 注释经书的书文 我们中国人叫做经书 但是在印度就称为什么 优婆提舍 而广解广说律论之义的 这种名为彼佛沙 不是优婆提舍 优婆提舍是解经之言 或者解经之论 那么彼佛沙是解论之书 解论之书 这样懂吗 所以说彼佛沙一般来讲只用在对论的解释 或者是对律的解释 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匹尼姆论 其实就是匹尼 彼佛沙 好 等一下我们会引出来 中国流传比较有名的几部彼佛沙论 所以说这是彼佛沙 是解释 广说论的 是律论的注释书之通明 看到没有 所以注释经的通明 叫做优婆提舍 那么注释论的通明 或者注释律的通明 叫做彼佛沙 所以以后要看到彼佛沙 它是在注释论的 汉文藏经中分别提有彼佛沙论的 有四部 就是阿比达摩大彼佛沙论 阿比达玛 摩哈 威巴沙 撒tra 那么呢 这是唐玄状译有两百卷 称为新菩萨 略作大彼佛沙论 其译本叫做阿比达摩菩萨论 是北梁福陀拔摩 道态合一 我们在讲天台中入门 讲历史的时候有提到 有一百卷 学生大师翻了两百卷 他翻成一百卷 现在仅存六十卷 叫做旧菩萨 那么第二部呢叫做 毕菩萨论 第三部叫做武士菩萨论 这三部通常叫小乘论 第四部有一部很有名的 十柱毕菩萨论 龙树菩萨造的 那么这就是属于论的注释书 有这么汉译里头有这么四部重要的论 重要的毕菩萨 那么如果是律呢 律也有两部很有名的 叫薩婆多 匹尼 匹菩萨 我们在南山律主的形式超级 常常看看说 薩婆菩萨论 薩婆菩萨论 菩萨论 后来叫做匹尼姆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指薩婆多 匹尼 匹菩萨 它有时候简称匹尼姆论 还有善见律 匹菩萨 有时候南山律师 把它解成善见论 有没有 因为匹菩萨本来也是要做论 是解论跟解律的论文 其实它可以 中国人有时候又把它再讲成书 也可以 有时候是论也可以 是解律的论 解律的论 就是说 匹菩萨 善见律 匹菩萨 这是我们都会看过 他老人家引过这张书 那么这里讲的菩萨 就是指阿比达摩大匹菩萨 是指第一部的大匹菩萨论而言 阿比达玛 阿比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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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论 要注视他这部书 这个人很有名 这位大德 这位声闻的大德是阿罗汉 有人说他是阿罗汉 有人说他是生死人 生死人就还不是阿罗汉 还不是阿罗汉 不过他博学强技 广演 声闻教法 不读眼睛 不读大圣经 说他是这样 所以龙树菩萨在论上面 在大致论里头 对他这位老人家 这家产严女子 就语言上面就比较 说他生死人 一生一生一生就对了 所以不读委屈 你不要跟着学 这不是我们能跟着讲的 不读我里面就像灵 你不要跟着骂 那么就算他不是圣人 也犯不着你去亲事 他写了一部叫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法治论 广明的声闻 说一切有步的法义 贝列诸易说 自西元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 这段时间在北印度的加斯米罗 就是克斯米尔 就是克斯米尔 他编辑而成的 为部派佛教教理之极大臣者 相传乃是贵双王朝 加尼释迪释迦王以及邪尊者 巴斯法这位的尊者 这位尊者非常有名 那么召集了五百阿罗汉 经十二年编辑而成 集第四世结集之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写成说是 加多盐尼子所造 因为他可能是主编 主持这部书的编辑者 然后耗了很多时间而成 重新集结布派佛教的 尤其主要是说一切有步的道理 集结 那么因此就被称为第四次集结 你要知道 佛陀入灭有第一次集结 乃至于有枯外集结 枯外集结就是说 对于加塞尊者 所找的那一群人 所读诵出来的教法 他们认为还有不足 或者不是加塞尊者 那样子敲定的 懂吗 所以他们就在枯外集结 枯 就七夜枯 讲到七夜枯就 我到了七夜枯的时候 生平第一次到七夜枯 不是那哭泣的枯 但是我真的在那里要枯了 到了那里了 前一天到七夜枯去睡觉 去过夜之前 在路边吃那个 我名字一定记得 Jabadi 那个饼 那个饼就这样做一做 就贴在那个什么 就有点像那个烤番薯一样 在一个下面起火 那旁边这样弄一个土 这样包起来 所以土就很热 然后他就弄弄 就这样 登 贴在那个土上面 很薄 那么这种薄饼 一点味道都没有 也不甜 也不酸 也不咸 可能有点咸也获取了 但没什么味道 不过他就沾那个什么 沾那个 家里 沾家里 然后喝那个奶茶 那么一群 一群出家人 在这样几个在家居士 那么一台游览车到那里 杀下去之后就大干一场 然后大家很多同学就说 主任 多吃一点 然后主任 这块给你吃 那块 内瓶给你喝 这个给你怎么样 这个 大家都很爽 我回来的时候开始就怪怪的了 因为你想在印度 有可能人家拿东西给你去杀手洗手 尿尿都没得洗手了 何况 何况在路边 结果就大家 第二天早上大家去七夜窟 我在床上哭 痛到不行啊 拉肚子了 怎么样了 我在想 死在圣地也好了 那么这样 然后就人家去了回来之后 口袭回来 我在好起来了 夜障重 没有去七夜窟 只能看相片 所以那是第一次集结 那个大师 加塞尊者找五百阿罗汉 在那里集结 那么阿难尊者 那个时候急正出国以上 所以他能够怎么样 他也能够献小神通 进那个什么 那个门 那个石头缝进去 可是有枯外集结 那么再来接着有第三次集结 阿玉王时期 据说有第三次集结 那么乃至于也算是二跟三 到了这个时候 历史上有说有第四次集结 不过这种集结 后来居然也被在 斯里兰卡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 他们有做了集结 那是在第七 第五 第六 第七 都在斯里兰卡等等 所以这个都是后来的说法 不过第四次集结 这更早 讲是这一次 是加尼释迦王 这是佛灭后 有一些时候了 已经 已经呢 这个 这个五六百年了 好 集结而成 那么发誌论呢 本论呢 这个是 收集诸论书 对一切有部佛教的 根本圣典 叫做发誌论 这是根本的论点 那么的注释 与发誌论同样的分别 杂 结 智 业 大种 定 根 定 见 等 八运 运 运 不是那个五运的运 是指聚集的意思 就是处 就是章节的意思 系统总结 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主张 并对大众部 法杖部 我们今天大乘佛法里头 用的法杖部 它有大乘思想 法杖部里头的经典里头 绿杖里头有很多是咒语 有很多咒语 还有呢 画地部 影光部 独子部 分别说部等部派 以及宿论外道宿论 外道圣论 顺势外道 其纳教等之论点 进行批驳 其中心思想为 三世时有 法体横有 由于此菩萨论之编辑 部派佛教之教义 就被整合而完整的弘扬了 因为他总理了这些教法 你懂吗 不过这样子也就怎么样 也就造成了什么 这是他最兴盛的 这一部论一出 就最兴盛的时代发生了 但是你要知道 最兴盛也就是他衰败的开始了 因为以后的人要攻击他 讲攻击难听了 要挑他毛病 要检讨他的思想 都不用看太多了 就看阿比达摩皮伯萨就好了 所以阿比达摩皮伯萨就变成 如日中天 大家来攻击 大家来检讨 这个时候思想就开始了 他整合了他自己 同时也宣告了 别人对他看法的不同 从这时代的开始 所以这部书相当的有关键性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复以来日 我们回向众生五边 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成 智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我上心 智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外 愿以此功德 庄愿佛精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习发不敌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